各位学,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AWS这款工具 在商业节课,大家都安装了这款工具 本节课我们使用这款工具对网站进行一次站点扫描 当我们开始扫描一个网站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设置它的扫描向导 我们来看一下AW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测试网站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网站链接 打开我们的AWS 新建一个扫描newsky 将我们刚刚复制的网站连接进来 这个是告诉AWS我们需要扫描这个网站 这个是如果你曾经爬行过这个网站 可以把以前爬行的记录导入进来 这样AWS不会再次对这个网站进行扫描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扫描过 所以我们这里不选择这个 你选择这个有一个好处是可以给我们节省一些时间 下一步 Scanning profile 需要扫描的哪些模块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 cssrf ghtb 若口令 xss 这里我们选择默认的 默认全部扫描 这个功能是扫描配置 我们这个可以自主的配置一下 里面有功能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些 比如一些信息收集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AblePoderScanning 进行一个判测 Jsdb 谷歌黑客数据库 可以扫描一些 例如敏感的文件 类似于谷歌语法 爬行的设置 这个是文件过滤 因为空了是包含 反正它就是不包含 这个里面的后缀意思就是告诉AWS 不扫描以直接后缀截轨的文件 这个默认是全部扫描的 然后排除这个不扫描的 目录文件过滤器是以正责的形式展示的 例如我们需要配置一些代理的话 可以使用此功能 进行一次深度的扫描 这里我们已经选择了 如果我们的网站有Cookay的话 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添加 没有的话就先去掉 然后选择OK 而这个功能是爬虫的设置 比如说你在爬行完之后 可以自主的选择文件进行扫描 定义多个URL在开始的时候 对它进行爬行处理 我们选择下一步 这里是目标信息 Tekise Information 那么它会把你这个网站的C 给你探测出来 比如一个网站的路线 服务器的Banner 该的目标的URL 操作系统 Web Server 这里运用的网站技术 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 这个是表格认证 例如你的网站 有存在登录的地方的话 可以使用此功能 就是把你登录的地方标记起来 然后这样会让AWS会扫描 你登录后的那种 这里我们就不添加这个了 我们选择下一步 我们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检测完成 这样AWS就会对网站进行一个探测 这边是存在高V中V低V路动 那么本节课我们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如何对一个网站进行一个扫描 那么在下一节课 我们会对它一个扫描结果进行一个分析 因为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它的一个扫描结果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客户练习帖 请大家使用AWS对本地搭建的网站进行一次扫描 一定是本地搭建的 不要扫描并入互联网上公开的网站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